文和安珠日本战败以来,碍于和平宪法无法向海外派兵,即使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,其规模也一直控制在最低水平。 不过,随着安倍修改了和平宪法,日本自卫队也对于海外执行任务跃越欲试。 据日本共同社6月25日报道称,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24日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进行了所谓维和演习,此举乃是修宪后首次。 据报道,本月24日,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郊外的一个训练场上,举行了维持治安的维和演习。 模拟项目旨在保卫用于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的食品供应站,此次演习按照联合国维和行动,PKO多边联合训练的标准,设想了饥饿的居民。 为了争抢食物而冲击供应站的情景,日本自卫队临危受命来维持秩序,此次演习作为日本自卫队。 在和平宪法某些条款借金后,首次公开进行的训练任务,也被外界解读为是日本借船出海,借用所谓违和的船,为自己在蒙古及更广阔的海外扩张影响力和军事存在铺路。 而且日本在设定这一任务情景时,脑洞大开地安排了所谓的枪林丹雨的危险环境。 按照日本的设想,当天的训练,不仅远处有机关枪扫射,近处还有武装暴徒,要劫持联合国车辆,日本自卫队不仅要身负重伤反击暴徒,还要保卫联合国车辆,可谓是好莱坞籍的大制作了。 然而,这所设定的,饥饿的老百姓根本不服啊,那么日本军方为何如此设置?